可是這個headline是你自己創造的 是屬於你自己的運動 那我可以打入簡短的敘述 然後我可以寫說這個包裹是要給誰的 那我可以選擇那個人所使用的社群網站 那我選Twitter 那譬如說我如果這個到最後是要給科幣的話 我可以打入科幣的handle 然後我也可以寫入他的名稱 這之後再跟Twitter的API結合之後 可能不需要全部都手中自己打 可是我也可以寫說這個包裹必須要在今年的某年 今年的某月某日之前寄到他所要去的地方 那在這裡我是設一個禮拜之後 然後這是包裹的出發點 這就寫中原院然後地址 選他的經緯度 然後終點我可能設在松山機場 然後一樣地址 經緯度之類的 那我可以存起來這個作為一個範本 這樣子其他人如果想要以我所創造的內容再去製造另外一個包裹 他們也可以這樣做 所以你可以想像同時可能有15個包裹 20個包裹從台北市各個地方各區 同時前往松山機場在同一個地方到達 好那我現在把它存下來 應該是會不會 work 可是永遠不知道 然後現在就有這個第三個字我剛剛做的 那在創造包裹之後你可以走到他的地理範圍附近 去 pick up 那在 pick up 之後你就變成這包裹 這包裹的所有人 那接下來要做的事情是就是隨著你 往終點前進 在這個包裹的例子是松山機場 我會增加一個event 去記錄你的GPS位置 這樣子到時候可以看得到這個包裹 從哪個社區 就這個想要簽衝機的這個想法 在實體空間裡面怎麼樣子移動 對 然後今天就先做到這樣子 沒有 Ui 下次的 我希望你會贏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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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